新聞首先要帶您來看到 是救護車遭到了鬼切擋道 是在臺南安定 搜房分隊的一輛救護車 在送病患到醫院的過程當中 遭遇到一名女騎士 當時他鬼切來擋道 就從外側車道直接切到內側 跨越整條馬路 前往到對面商店 救護車因此也被逼到 內向非常危險 救護車急送病患到醫院 突然右邊闖出一部機車 警示鳴笛還按喇叭 機車完全無視 擋住救護車去路 直接橫跨整條馬路到對象 救護車因為車上有病患 無法擊殺 被逼得減速還逆向 現象還生 安定消防分隊救護車 當時再送一名病患 要前往家裡奇美醫院 這在即將抵達時 這名女騎士突然竄出 硬是從外側鬼切 擋住救護車去路 橫跨中線 穿越對象車道 停在商店前 她還若無其事 回頭看了一下 為了閃她被逼逆向的救護車 還好救護車最後安全 將病患送達醫院 而女騎士離譜行進 不只遭到批評 她沒有禮讓救護車 橫跨雙黃線 還逆向 三項違規加起來 最高可處七千兩百元的罰還 駕照也恐怕被吊銷 記者姚文華談談報導 現在答案 三項早就包括 會有兩種 從外國 兩者 通常 三項